西方史学史,米什莱是维科新科学的法文本译者,具备深厚的历史哲学基础。 米什莱同样以历史想象来处理他写作的题材。 例如《近代史纲要》、《世界史导论》、《法国史》、《法国革命史》相继出版, 显示出米什莱的历史想象的日趋陈述。 米什莱认为历史写作就是要使历史复活,只有通过历史想象才能实现复活计划。 米什莱还梦想着一个复兴的法国,但其中人名一样普遍获得自由。 于是米什莱在法国革命史中,欧哥大革命早期的纯洁, 宣称全书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只有一个主角,那就是人民。 米什莱同情人民,并将这种浓郁的情感色彩带入到历史作品之中, 结果导致其专业历史学家的批评。 这也就是说古契称他为文学家,而非历史。